有一個四面體 OAB系出 那角AOB 角BOC 角COA 它的角度分別是45度 60度跟90度 告訴你的 然後OAOBOC 分別是3 4 3也告訴你的 然後問你說 這個AB.AC等多少 這個三角形OAB的面積等多少 然後BC的長度等多少 AB的長度等多少 然後三角-ABC是一個等標三角形 好 那這個題目 我們稍微可以把圖形稍微畫一下 O然後這個加起來45度 這個加起來60度 然後另外一個 OAC是加90度 然後3 4 3把標上去 那有了這些 你其實就可以怎樣 就可以求出底下這三邊的長度 那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第三邊我們知道說 抱歉 好 我們知道一個三角形 ABC 那C的平方 應該會等於A平方加上B平方 再減掉 這個夾角是C的的話 兩倍的AB 可算是C大 好 那所以呢 所以呢 你這裡有 兩個邊夾一個角 知道第三邊就可以知道 兩個邊夾一個角 所以第三邊可以知道 兩個邊夾一個角 第三邊可以知道 兩個邊夾一個角 第三邊可以知道 所以第三邊可以知道 兩個邊夾一個角 好 那當然你這個 90度33的話 這個B4D你可以知道 這個AC是3跟到2 就是AC等於3跟到2 這個你可能知道 然後你的 這個BC的平方 應該等於3平方加4平方 幾乎2乘3乘4乘上 所以BC就是更好13 平方等於13 所以BC是更好13 同樣的道理 我們可以算AB 然後AB的平方也是一樣 3平方加4平方 減掉2乘3乘4乘上 果散也是15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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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2分之更好2 2分之更好2 然後3的平方9 4的平方16 好 所以這個把它算出來 是25減掉 12乘2 25減掉 所以這三個邊都已經求出來了 那第一個當然是要求AB.AC AB.AC 你就可以用剛才講的 這個 不是剛才講的 就是說如果兩個 是同一個點出發的時候 那它的內積其實是 長度長度直上 果散也吸打 或者你把果散也吸打 變成 這個兩倍夾邊平方分之 夾邊的平方和解架對邊的平方 那這個可以約掉 所以是2分之 兩個夾邊的平方和解架對邊平方 就是這個AB.AC 然後這個夾角 可以用A平方加B平方 減C平方除以2 這也可以 所以有兩個 知道夾角的人可以直接這樣做 那就是說 這個AB.AC 如果你知道這個夾角的話 你可以直接用內積來做 可是你不知道 所以你可以第一種方法就是利用 這個三個邊都知道 這個平方加這個平方 請在對邊平方除以2 這就可以算出來 那不過這邊呢 其實我AB.AC的話 還有另外一個想法 就是說 我給你的都是這些O為出發點 所以如果你換成O也很好 AB可以換成OB減掉OA AC可以換成OC減掉OA 所以如果你是用OB減掉OA 去減掉OC減掉OA的話 那你這樣子的話 OB減掉OC OB減掉OC 就是4乘3乘上cos的60度 所以4乘3乘上cos的60度 2分之1 好 還有呢 這個減掉OA 這個OB減掉OA OB減掉OA 4乘3乘上cos45度 這減掉 減掉4乘3乘上2分之1 那還有呢 這個OA減掉OC OA減掉OC的話 是直角 這個OA減掉OA 那H就等於0 減掉0 不管加0減沒有關係 然後呢 OA減掉OA 就是OA的平方 OA的平方就是9 那負負得正 所以是加3跟9 好 所以你可以知道說 這個的話是6 6加9應該是15 所以15 減掉6乘2 所以 15減掉6乘2 所以 A 就是這個 那我們剛剛講過 你可以用這個平方 這個平方 減掉這個平方 減掉對面的平方 除以2 算出來也是這個 好 那第二小型 剛剛問問說 那三小型OA B的面積等於多少 OA B的面積可以用1 2分之1 兩邊夾邊乘上3 所以2分之1 3乘4乘上3 一個夾角是15度 那這個是2分之2 那這個可以跟4 約掉 所以就是3 2 3跟2 他說3跟3 他錯了 那剛才是對的 15解釋 6跟2 是對的 再來我們看到第三個 問題說B C的 你說什麼 B C當然我們說 算出來是跟13 那他算出來跟13 所以是對的 好 對的 那麼 株呢 AB等於多少 AB應該算出來是25 減掉是2 2 那是25 那就錯了 1 ABC是一個等於要三角形 ABC呢 三個邊都不一樣 所以他不是等於要三角形 所以這個也是錯的 好 所以我們的答案呢 選的是A跟C A跟C 所以這都是錯的 但是這樣 我們的答案呢 是